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日前表示 虽然13-15时期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建议并没有明说 但按照目前来测算要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 如果今年增速为6.9% 那么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速就必须达到6.53% 而如果今年增速达到7% 那么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速大概需要达到6.523% 这是实现翻番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